春节期间 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战友们 依然坚守在战位上 无法和家人团聚 而我们的君嫂 有时候也会选择来到军营 和部队的战友们 一起团聚过年 今天呢 我现在是在 陆军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的 官兵食堂门口 有几位君嫂 已经在里面和战友们 一起包饺子 逛会我们还会吃团圆饭 走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战友们过年好 过年好 谢谢 来 来 来 大家都继续包着 继续包着 过年好 新年快乐 我们看到有嫂子 已经在这儿包了 嫂子们好 战友们好 车长好 我是也是之前 在部队参军入伍 然后有这个经历 也是在部队认识的 我爱人 因为我爸爸是军人 妈妈是军嫂 所以他们就很 支持和理解我们两个 他照顾好他的大家 我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小伦那您结婚 今年是第几年 我是结婚有两年 然后孩子刚刚十个来月吧 刚刚十个来月 我觉得我在军嫂当中 是比较幸运的 幸运之处是 在一个城市 但是我们觉得相处和 真的见面的时间 还是非常少的 一年大概有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吧 要住训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他只要有时间 他回了家之后 还是非常负责任 然后尽量去帮助家庭 分担很多家庭的家务呀 然后包括带孩子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还是要给我老公 点个赞吧 知道他这份责任的特殊 事业的特殊 然后一回来的时候 觉得所有的坚强呀 然后就全都 全都被融化了一样 虽然说背后 是有一定的辛苦 但是幸福是占更多 大多数的 现在他还就很自豪地说 我爸爸是军人 我爸爸是战士 然后就是这样 我爸爸特别地伟大 在你幸福当中 你觉得爸爸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军人 军人 你觉得他厉不厉害 厉害 我姑娘不是今年 刚上幼儿园吗 第一个学期 今年三月份 刚开学的时候 有好多小朋友 都有那个爸爸妈妈 一起都去接他 他没有 然后就班里面 有小朋友就会说 假悠悠 你是不是没有爸爸 爸爸是军人 当他说我爸爸 是军人的时候 他特别骄傲 我能感觉到 对 他现在其实 也慢慢地理解了 比方他小 其实他也能明白 爸爸是去保家卫国了 对 今天过年了 嫂子们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们的战友们 说的呢 我觉得 《轻易烂》 也不如会唱一首歌 相信我们的嫂子们 就是也有这份情谊 所以我们就一起 给冰哥们唱一首歌 不如就唱那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来吧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如意 我的爱如辨 我的爱如辨 除了热乎乎的饺子之外 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会餐 那我们来看看 他们吃得怎么样 同时他们新年 又有什么新的愿望 您好 您好 像您今年已经是第几年 没有回家过年了 已经第五年 没回家过年了 那有什么新年的祝福 想要跟家人说的吗 在新的一年里 祝福我的家人和爱人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今年呢 我是第一次在北方过节 做一个男法人呢 我感到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我在北方的时候 发现过年呢 他都会包饺子 然后在我们那边呢 老家那边呢 他就会做一个大的年糕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祝大家三年快乐 三台庆幸 平平幸 新的一年 我想对我的女朋友陈婷说 我会更加爱你 唯一的新建愿望 就是早点把你娶回家 我爱你陈婷 好好在家等着我